廖長稣 紀錘 各位先生我們一起來讀神的話語 今天的經文是 記載在世詩記第五章第一節到第七節 世詩記第五章第一節到第七節 過來聽 那時底波拉和雅比紐安的兒子巴拉作歌說 因為以色列中有軍長率領 百姓也甘心犧牲攻擊 美音大送在耶和華 君王啊要聽 王子啊要策和聽 我要向耶和華歌唱 我要歌頌耶和華以色列的聲音 耶和華啊你從西而出來 遊以東地行走 那時地震天后云也落雲 山見耶和華的面就正中 西乃山見耶和華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 在亞拿之子山江的時候 又在亞裔的日子 大道無人行走 都是繞道我行 以色列中的官長停職 直到我底波拉興起 等我興起坐以色列 用神主發語 今天很高興我們能夠有王南輝傳道來到我們當中用正道 今天正道題目是永者之心 我們今天用時來給我們介紹 我們今天非常歡喜快樂的邀請到 Amy王王南輝傳道 在我們的教會來正道 那我稍微來講一下 Amy王傳道是我們教會出來的傳道人 他十五歲就在 就跟我們在一起 那時候我們在聖達教會 那他因為 他不會講台語 那時候聖達教會是講台語的 可是他還上海待台語的敬拜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個對教會的尾聲 然後 我最記得 那時候我常會講他 那時候我們傳福音給他 然後他就跟我們 他就跟我們講說 他阿嬤跟他講說 耶穌是外星人 所以他不信這個耶穌 可是經過了 神的愛 他認識了神 然後不僅認識了神 他追求 他成為鴻工 成為福島 最後他獻身給神 去台福正道神學院收裝備 收裝備完了以後 感謝神在七年前 神帶他到Christchurch去服侍 之後又到了愛恩教會 那現在是愛恩教會 英文堂的師母 那過去也在愛恩教會的 1.5代做福島 所以他今天算是回娘家 那我說過 我們教會從來沒有 沒有邀請40歲以下的傳道人 才講到他是第二位 第一位是 上次還記得誰嗎 Benjamin 聽說他已經40歲了 真的 OK 所以我們 好不好 我們真的非常的高興 看到 Amy往傳道 在我們的當中 好像女兒回到我們的當中來 我們熱烈的掌聲歡迎 சchurch 報酬 對 你看 我平安 其實我站在這裡我真的很緊張 雖然是良家 可是其實是 我離開艾琳以來第一次在大家面前 也是在這個新堂跟大家分享一些文化 其實我很興奮很高興 那像剛剛榮文師講的 艾琳的確確實是我的家 在2000年艾琳教會剛成立的時候 我就是其中一個名字 當時的我還是很青澀的大學生 如今我已經是一個三個孩子的媽 那我給你們看一下我的天佳肥照片 看得清楚 那個穿橘色的衣服是我的先生Casey 就是他兩個禮拜前剛跑完Half Marathon 然後呢下面三個小孩 老大Michael六歲 然後老二是Karis是女兒 今年也要五歲 然後我最小的兒子Caden兩歲 那我在這個教會呢成長 我在這個教會找到我對上帝的熱情 我在這個教會找到非常敬仰的牧師 還有輔導還有童工 在這個教會也找到我這一生後面的好姐妹 其中包括Douglas傳道的太太 Winnie 在後面 然後我也在這個教會得到了一群非常寶貴的小羊 那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教會找到我全世界的護照 我2006年進入聖訓院讀書 然後2009年畢業之後 像剛剛對我們是講的 我就去到兒版的一間教會 在那邊做第二代的青年人施工 然後服侍兩年生了兩歲子 我就決定暫時先休息一下 在家裡當全知媽媽 2012年 神感動我到愛恩臺佛基督教會去做他們1.5代的大專業盤期的輔導 所以我就去了 然後在這個當中 我又生了一個老三 然後去年我的先生KC 就受邀在愛恩教會的英語堂做牧師 那他經過禱告以後 他覺得很有平安跟應徵 所以他就接下了這個職位 然後我今年也正式 從1.5代的堂會轉到英文堂 升職為師母 我覺得這個態度是很重的 可是 我也在這個當中 我還是在很努力的學習 離開愛恩教會將近七年的時間 在七年當中 像剛剛講的 就是我的身份進入不同的轉變 我從七年傳道變到 全職媽媽變到一個大專輔導 然後到離經變成一個師母 我在這個當中 不斷地在面臨調整跟適應 其中有困難也有喜樂 可是我也漸漸明白了一個真理 就是儘管我的角色 是不斷地在更改在改變 我 我的呼召卻永遠不會變 我的呼召就是要愛神跟愛人 而在我身體當中這些不同的季節 也是神給我的assignment 神給我的功課 讓我來學習操練 怎麼樣在不同的環境裡面活出呼召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主題叫做 勇者之心 英文也是翻 break the heart break the heart 也是這兩邊來 其實我一直在學習的一個功課 就是怎麼樣能夠在順境和逆境當中 仍然堅持愛神 愛上帝 怎麼樣可以一直在上帝的面前 保持一個很勇敢很活躍的心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那我們一起向Lito祷告 三采訪 千萬決定我們來到你的面前 主 謝謝你 讓我的孩子又有這樣子的機會幫我們分享的話 天賦 我們求你的聖靈在這個地方來當內套們公 主讓每一個來到你面前的人 都能夠被你的話語得著 主祈求禱告 你的聖靈能夠來給我跟我們說話 今天你再一次挑戰我們 主 让我们每一次 临受到祢话语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不是在停留在原地 而是能够有更多的被 被挑战 更多的被调忘 主耶稣 谢谢祢 因为我们同在 祷告 请求敞开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 所以我今天引用的经文 其实是出自于 《世诗记》四到五章 在这个当中讲到的是 《世诗迪伯拉》的故事 《世诗记》呢 它这部书是记载了以色列人 他们进入到迦南之地之后的生活 而在《世诗记》第二章 就稍微大概的描述了一下 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候的光景 所以我们就会来看《世诗记》第二章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我也鼓励你自己来翻 没有的话可以看这个包图 我会从11节开始的时候 我会看的就是会 jump through verses 11节说 以色列人行了耶和华 现在能站立得住 16节 耶和华兴起了世诗 世诗就拯救他们 脱离抢掠他们的人的手 18节 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世诗的时候 耶和华就与那世诗同在 那世诗在世的日子里 耶和华总是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 因为他们在压迫和苦害他们的人底下发出哀声 耶和华就可怜他们 19节 可是世诗死了以后 他们就转而行恶 比他们的劣阻更厉害 蓄水从一边的神 侍奉和敬拜他们 总不放弃他们的恶行和完根的行径 我今天会用的经文是中文的新译本 所以如果你是和格本的话 你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在世诗经今天看到 就是说他形容描述当时以色列人 其实他们的生活 其实在一个很恶性的循环里面 他们一开始就是远离神 然后行义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所以神就 神就让他们的仇敌来攻击他们 然后他们就被仇敌降伏 伏在仇敌手下 然后就很痛苦 所以他们就哀声 然后呼求上帝来拯救他们 所以神就兴起世诗来拯救他们 让他们能够 就是不用再受仇敌的逼迫 然后世诗呢 大家的得胜 然后在世诗再死的日子 这些以色列人就很乖 很听话 他们就国中有平安 因为他们就侍奉一个好的敬拜也很滑 但是当世诗死了之后 他们又重新开始一个恶性的循环 又离开神 开始新年终 神年终处 看无恶的事情 所以底波拉的故事 其实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循环里面 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 他们又远离神 所以神就才派迦南人 来压迫他们 所以他们在迦南人的手中受苦了二十年 二十年是一个很长的日子 我们当中我刚刚拍的一些年前 应该有些人没有二十吧 对不对 所以二十年 你可以想象你这一生 你从出生到现在 你都是活在仇敌的那个掌控之 就是敌人的掌控之下嘛 所以神经里面一直描述 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很可憐 他们活在被仇敌 欺压的日子 那圣经形容当时候的光景就是 在亚麻的儿子山家的时候 在亚历的日子大到无人行走 行路的人绕道而行 以色列中的农村消失了 消失了 换句话说 以色列人他们当时 其实他们的生活机能 已经被大大的破坏了 他们每一天都是生活在 恐惧和待遇当中 想办法要生存 而迪波拉就是神在这个时候 为以色列人兴起了一个勇士 要来拯救他们脱离迦然人的手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 到底什么是一个勇者的心 What is a brave heart? 第一 勇者之心是一个愿意承担问题的心 A brave heart takes ownership 我们来看一下迪波拉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物 在四世纪四章四到五节 他讲到说 有一位女先知迪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子 那时政之以色列人 他常坐在比法连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之间 那颗迪波拉的宗树下 以色列人都上到他那里去听谈论 所以迪波拉他是一个先知 他还在神没有呼召他出来 来拯救以色列人之前 他就已经在服侍以色列人的百姓 每一天非常有耐心聆听以色列人 各式各样的问题 百姓各式各样的纠纷 但是呢他满有出神来的启示跟智慧 而且他又很有耐心很忠心 所以以色列人都尊敬他 都信靠他 都愿意来听他的判断 我自己在服侍女青人的时候 我觉得听人家纷争 每一天要去听不同人的纷争的时候 是一件非常非常累的事情 我自己有三个小孩 他每天都在吵架 我每天都要听他们的纷争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累的事 有的时候我跟年轻人接触 他们就开始 他们是比较负面的energy 然后就是讲很多 哎呀这个不好 这个对我不好 这个怎么样我又怎么了 我又倒霉了 我又怎样 就是很多negative的声音的时候 我听完以后我都觉得好累哦 我可能跟他聊了一两个小时以后 我觉得我半天的energy 已经被他用完了 就是太累了 所以有的时候 当我知道说我需要去 处理一下人的问题 然后又要去听死者讲话的时候 我都会 我有时候会甚至很想逃避抗拒 就不想要去面对 可是迪波拉她每一天 都在处理这些东西 她怎么有这样子的能力可以面对 我相信她是真的是一个紧紧到上帝 所以神使用她 神也赐给她力量 给她一个喜乐的心 来帮助以色列人 来聆听以色列人的问题 来帮助以色列人 并且给他们聊好的建议 在我们看一下 帝波拉当时这个 诗世纪当时这个时候的地图 可能很想要不是看得清楚 但是我看一下 帝波拉住的地方呢 其实是比较南边 OK 在那个伊法文山里 是比较南边 巴拉是以色列军队的家军 被神就是 神就是呼召她出来打架 她是住在很北边 她离迦南往叶冰 所居住的地方 是还蛮close 是free close 然后他们的 就是迦南军队的首领西西拉 也是差不多偏北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帝波拉 她所住的地方 比起巴拉所住的地方 那个影响比较没有那么直接 可能北边的人是真的很幸福 但南边的人可能 还可以过去 所以老实说呢 我觉得 迪波拉她其实可以选择 不要管 选择啊 我很好 我还OK 我需要去插手管这件事情 其实在圣经里面有 她的这个故事里面 她有很多次的机会 她可以说 我不要啊 这不是我的 太麻烦了 我不想要去 她其实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拒绝 因为毕竟她住的地方 还是安全 而且 神要 神呼召她 让她一个女性 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 就是听起来感觉就很危险 她可以 其实她可以选择说 要哄我不要去 但是 迪波拉却是 勇敢的回忆 因为她听见了 百姓和母的心声 在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里面 讲到 以色列人的光景 是大道无人行 所有的人都要绕道而走 农村 都没有了 都被践踏了 一直到 第七节 我们讲到说 一直到 我 迪波拉的兴起 直到 我 以色列的母亲 兴起 当迪波拉看见以色列人的苦难 当她 看到她被欺压 一个母亲 一个维母的心 就在她的里面 被唤醒 她开始看见这些问题 如同自己的问题 她看到别人的苦难 如同自己的苦难 所以她决定 选择一起承担 She took ownership 我不知道当中你们有多少人 就是你的妈妈会去帮你整理房间 然后我 我从小到大 就是先搭下雨 从小到大 就是我妈都会不去帮我整理我的房间 因为我的房间就总是很乱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觉得我妈也 我妈也会来骂 也不会来说什么 她就是默默的去我的房间 然后就把我的桌子收拾的非常干净 然后床啊 弄床什么什么的 这样 她可能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可以收拾吧 所以她就默默地收拾了 然后就是有时候回到家就 哦 好干净哦房间 就很开心 因为谁不喜欢回到家的时候 房间是干干净的 好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母亲就有一个特质 就是她在她的里面 就是总是有一个 一个urge ok 一定要解决问题 一定要fix the problems 一定要do something 我就是没有办法站在那边 然后看的事情发生 然后什么都不做 一个母亲就是要介入 一个维侯的事情 她就是要介入 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朋友是这样子的 之前迷迷回来我妈 然后她来我们家 然后她就 嫌我的 dishwasher很脏 就拿起了一个spray 然后就开始帮我擦 唱完后他dishwasher就开始擦底 然后唱完后他就去帮我擦什么什么 我就说哎 你哥不要这么辛苦 it's ok it's ok 你只是买 home 不要那么糟 ok and then 所以有的时候 当我们好像有朋友是这样的时候 就是英文会讲一个朋友就说 oh you're such a mom you know 怎么那么像你妈妈 这样子好像是一个有点 就是嘲笑的一个口气 可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被人家嘲笑说 you're such a mom you should be happy 你知道不要难过 不要觉得 oh 这个是一个很 很丢脸的东西 因为我真的觉得 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 我们都应该要有像一个母亲 这样子的一个人感的心 能够就是把我们的信仰 带到身份的每一个环节 看到问题 看到看到不公义的事情 能够知道说 I am 不是我是 the answer but I have the answer for these problems and that is Jesus 就是我有圣经 我有耶稣 能够成为你生命当中问题的解答 我们需要成为这个黑暗时代的光明 我们需要成为世上人的盼望 我们需要成为问题的解答 耶稣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 我们是住在这个世上 可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是往往 我们做的是相反的 我们是活在这个世上 追选这个世界的潮流 追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但是呢 却让我们死留在 那个bubble里面 小圈圈里面 Christian bubble里面 然后对大环境的问题 是不稳不稳 与世得绝 有时候我们的心态好像是 噢 我是分别出来的 跟你们这些人 呃 回復 有时候我们也是这种 那样子的心态 可是 这不是耶稣的心意 这不是圣经的讲法 MOTHER TERE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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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是爱的使者吗 我们都需要成为上帝 手中的那一指令 所以我盼望今日早晨 我们圣灵能够唤醒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 不管我们在现在的岗位上面 所扮演的角色 是很很重要 不管你是学生 这边有些学生 不管你是公司的主管 或是员工 不管你是全职妈妈 或者是爸爸 或者是你是退休的 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明白 我们有一个神圣的方招 就是要来文药圣 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让我们的学习 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 与社会连结 一起承担问题 让神可以向这个世界 写一封美丽的情书 再来第二点 一个勇者之心 是一个不妥协的心 A brave heart refuses to settle 我们刚看到那个map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迪波拉他住的地方 虽然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那我觉得他可能也已经 摸索出一套生存法则了 那怎么样活我们会 get into trouble 但是对迪波拉来说 这病毒足够 因为他记得 上帝对他的百姓 是有一个约的 一个covenant 这个约是 这个地 以色列这个地 是神要赏赐给 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 他知道上帝的心意 是要他的百姓 能够在这个地上活出丰盛 而不是被受压活 他明白上帝对他的百姓 有一个梦想 A dream 一个梦想 是能够活得有意义 而不是单单求生存 因为 对你跟我 都有一个梦想 and he puts that dream in our heart 也许你会说 我真的不知道 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要做什么 我喜欢什么 那么我鼓励你 你先学习 say yes to God's dream God's dream 上帝的梦想是什么 上帝的梦想 就是看到百姓 能够认识他 能够爱他 能够敬拜他 上帝的梦想 是想要看到 他的爱 能够被传递出去 传递到那些受伤的 那些孤单的人的心里面 上帝的梦想 是希望看到 他的真理能够被释放 谎言跟控告 能够被扭去 被你的可以得知 如果你真的觉得 就是 I don't know what I'm called for I'm called to 真的不清楚 你自己的呼召的时候 try to do these things these basic things 这些基本的 我相信 当你就是顺服神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一定会有 同样事情 抓住你的心 让你对这个事情 产生极大的力气 你会因此对神的梦 产生热情 神的梦 也就会变成自己的梦 迪伯拉要追这个梦 但是并不容易 因为他必须要travel 我可以想象迪伯拉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不是一个少女了 可能是带来说 要旅行 不是那么容易 还有 过去的旅行的 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可能是要骑骆驼 然后走在非常 骑驻不平的道路 而且可能要travel好几天 再来 迪伯拉他 要带领 就是要去到战场上 你可以想象有多危险吗 他是 他只是一个 他只是一个 prophet 一个先知 他只是一个太太 他不是一个 soldier 但是他很有勇气 而且甚至他比 就是以色列军队的首领巴拉 还要更有勇气 因为那底波拉跟巴拉说 巴拉你要去打仗 因为神已经guarantee 神已经保证你一定会赢 而且神一定会把喜沙交在你的手中 即使他已经跟巴拉这样子讲 这样子的impromise 巴拉还是 靠去 他说 如果你与我同去 他跟Devra说 如果你与我同去 我就去 如果你不与我同去 我就去 巴拉没有足够的信心 他没有足够的勇气 但是他是一个 以色列军队的将军 而Devra是一个 这个 中文是要叫手无寸铁 什么 手无寸铁 就是他是根本不会打仗的人 他却有一个气势主 为什么Devra可以有这样子的勇气 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 爱里没有惧怕 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去除 因为惧怕还有心法 惧怕的人在爱里还没有完全 我相信 底波拉对上帝的爱 还有对他的百姓的爱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满 满到在他的心里面 他是没有空间 可以容纳恐惧和害怕 我再用英文讲一次 Devra's love for God and her people was so full and so strong that there was no room in her heart for fear 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今天你的小孩 我们现在前面就是马路嘛 对不对 你想让你的小孩冲出去大马路上 然后有车子要来往 你如果是母亲 你会站在旁边说 我的小孩冲出去了耶 我要去救他吗 很危险耶 万一我被撞怎么办 你会吗 当然不会啊 你根本就是 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反应 去思想说很危险 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冲出去 把你的小孩拉回来 免得他被撞 对不对 而且万一真的需要被撞 你一定是希望被撞就是你自己 而不是你的害怕 一定是这样不是吗 因为你对你孩子的爱就是那么满 就是那么的strong 你没有时间反应任何的害怕 你没有时间去担心这个risk 你没有时间去担心这个恐惧 You just go for it 在我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非洲有个宣教师叫 Hidy Baker 不知道多少你们认识她 她在非洲有个 ministry 叫Iris Global 那她都是专门会去外面 就是捡很多孤儿回来 没有人 就是被非常离弃的孩子回来 然后就把她带去他们家 然后就帮她洗澡 然后穿上新的衣服 就很爱他们 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跟他们分享耶稣的爱 那我听到她讲 有一个故事 就有一次她在垃圾场走 然后遇到一个年轻人 然后这年轻人好像有点drunk 就是有点醉醉 或者是可能有点嗨 就是这样drunk 然后她手里握了一个 一个破掉的玻璃瓶 然后Hidy Baker就想要上去 跟她讲上帝爱她 跟她分享现在 可是这个人 就是这个年轻人 她当然就是很drunk 所以她就 就是看到Hidy Baker来的时候 她就很讨厌 就是叫她不要来 然后就是 就是非常 对她非常有敌意 然后甚至拿那个酒瓶就说 你不要来不然我要杀你 这样子 然后讲了很多的 很难听的话 可是Hidy Baker 却没有放弃 She did not back down 她就继续跟这个年轻人说 耶稣很爱你 Hey Jesus loves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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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跟她讲 结果神的同在 就大大的降临 在那个年轻人身上 她整个人就浮倒在地上 然后就是完全被神的爱给充满 然后当她再恢复起来的时候 她相互在神的面前 把她的生命给上帝 然后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想说 如果有这种事 OK first of all 如果是我 她有这样子的年轻人 然后醉了 就是醉了 然后说你拿了一个这个broken bottle 我是绝对不会就给她讲话 OK 这多危险 我怎么知道她会做什么事情 然后再来呢 我觉得我也应该不会没事 就去一个垃圾场那边走一走 很危险耶 而且I guarantee you Heidi Baker 她绝对不是去那边丢个垃圾 顺便经过 She was there to find the lost treasure to find the lost ones 她是在那边去寻找一些时尚的人 就是神的爱在她的里面 是那么样子的充足 即使有人威胁她 就是她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她也不会放弃 她也不退后 她继续的传讲上帝的爱 弟兄姊妹我真实的觉得 今天的教会 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勇气 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勇气 to say yes to God say yes to not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我们一切属虚 祂胜过黑暗 胜过死亡 把得胜的权柄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克服一切的朋友 只要我们相信 只要我们走了出去 就能够经历得胜 巴拉很可惜 她没有经历到 她很可惜的是 她小心 她害怕 所以她 即使是在那 就是 当迪娃已经给她这样子的 她仍然选择 仍然选择不依靠神 她选择要依靠代表 她选择要依靠人 因此 迪娃就跟她说 我可以与你回去 但是 你这一次的行程 就没有 因为耶和华 就要把希希拉 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 本来希希拉 是可以交在巴拉的手里 但是现在 因为她的软弱 因为她的五星 跟她胆小 现在要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 如果我们去打仗 通常 那个策略 那个strategies 应该都是要去打 就是先去攻击对方的手里 对不对 You want to take the head out first 因为如果头 除掉了下面 就是一盘散伤 你就可以 it will be easy 所以 通常去打仗的时候 you go for the head and whoever go whoever takes out the head 就得到一个极大的虚弱 但是对巴拉来说 她就失去了那个殊荣 失去了那个honor 我不是说我们要 就是要go after 这些殊荣 go after这些title it's not about honoring ourselves but it's about honoring God it's all about honoring God 尊荣神 顺服他 and do what he wants us to do and when we honor God 当我们是尊成神的时候 神 就会尊成神 相较于底洛拉的勇气 在以色列的出开当中 也有一些人 是选择 要 站在旁边看 不要打掌的 其中一个 是流便之派 在五章 十五到十二里讲到说 在流便 就是流便 的中西旁 有心怀大支援 你为什么坐在羊圈之中 听呼唤 循序的女生呢 在流便的中西旁 有心怀大支援 意思就是说 其实在流便 这个tribe ruben 里面 他们其实是有感受到 神不叫他们去打仗 他们的心 其实是有被stir up的 可是 in the end 他们选择 不理会这个声音 in the end 他们选择不要打仗 他们选择 留在原地 弟兄姐妹 也许在我们当中 有一些人 也是像流便一样 你是很清楚知道 你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文章 可是 你没有回应 flip the side 也许因为 你的负的代价太高 也许是因为 你的态度危险 and you're afraid to step on 你不敢跨出你的 舒适圈 你也害怕 会带来什么样子 你的感变 你可能就觉得说 我就安安稳稳的度日就好了 我也不需要吸气 我也不需要太多excited 就是normal 就是normal life 就是个stable life 就好了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你真的在做的事情 只是单单地在求 生存的时候 只是单单地在求生存的 只是单单地在求生存的 It just doesn't make sense that 我們還要選擇 就是活在一個 生存的優秀 It just doesn't make sense 在文法書八章裡面也是講到說 我們是 得勝者 神呼召我們是要成為得勝 有一個人不是生存者 因為基督耶穌已經在 十字架上為我們得勝 所以Anything that you can possibly think of 任何你可以想像得到的困難 苦難 麻煩 低迫 There is victory for you 神都有 預備了得勝 讓你可以生活這一切 讓你可以生活這一切 所以弟兄姊妹 讓我們不要 把神給我們的夢想 給 給埋沒 然後選擇 就是在一個生存的模式裡面 因為 因為上帝所為我們預備的 真的是差別我們的所求行星 只要我們 跨越得出去 我們就能夠經歷 一個豐盛的能力 可以經歷到 活在神的命令當中 經歷到那個 就是 The sweetness of living 在第三點 一個勇者之心 他是一個 願意成全的 他是一個 The brave heart champions colors 雖然巴拉他很小心 他缺乏星星 但是 迪波拉他也是 就是願意花時間 可以帶他 幫助他 最後 使他能夠在戰役當中得勝 他沒有放棄他 他也沒有 就是 就是 the loose faith in him 他反而還陪他 進入到戰場 she did what she needed to do to help them 他盡他所能的幫助 對 他盡他所能的幫助 身體裡面沒有講到說 巴拉他這個時候得到 but I'm imagining 就是 因為他們在球體手中會死 so majority of 他巴拉的生命 都是在 活在敵人的欺壓之下 所以可能在他的 認知 在他的裡面 在他的腦子裡面 他所知道的 他所看見的 就是貧窮 就是壓迫 就是痛 然後 That's all he needed 這是他 他所知道的 就是自我主義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可以多少 了解 為什麼巴拉會有 就是當神經典 還一個那麼大的 proudness 他還是很膽怯 因為他經歷 球體的 氣壓 他可能的氣壓 會敗 這個 迦南王爺 一定是何等的產品 所以他害怕 我當迪波拉看到 聽到他的這個回應的時候 我想他也許是很 失落 你怎麼 你怎麼那麼小心 but at the same time 我也覺得 他聽到了 一個壓傷的母鬼 他的心聲 他的恐懼 他的害怕 所以迪波拉選擇 你不要折斷 不要折斷 這個壓傷的母鬼 他雖然告訴了 巴拉說 就是 因為你的選擇 所以你這次的行程 沒有幫忙 他雖然跟他講 這個 consequence 但是 他沒有責備他 他也沒有批評他 他反而是 陪他走 這一段路程 而且最後 把他心裡面的那個英雄 有一個英雄的名字 呼喚 呼喚得出來 在一千多年後 一千多年後 希伯萊書的作者 就提到了 阿拉 把他併列 把他放在一個 信心的英雄榜上面 這樣子形容他說 他是 消滅了烈火的威力 逃脫了刀劍的風怒 軟弱變成鋼牆 在戰爭中寫出答案 把外國的軍隊擊敗 其實一顆勇敢的心 不一定代表 他是一個很強勢的心 反而很多時候 勇敢的心 他帶出來的力量跟能力 是來自於一個謙卑 一個溫柔的東西 英雄姐妹 當我們面臨到 其他人的軟弱的時候 面臨到其他人很被動 叫一叫動 或是面對其他人 不斷地跟我們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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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的小孩一樣 的時候 What do we do? Are we able 就是我們可以 能夠放下我們的偏見 放下我們的批評 能夠看到 在這個表面的背後 其實上帝 在祂的生命裡面 是有一個美好的計畫 上帝在祂的生命裡面 是有一個護照的 而我們能不能夠 成為上帝的器皿 把裡面的這一份 裡面的這一份護照 裡面的這個英雄 這個美好 呼喚出來 而且幫助祂 能夠活在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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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就是幫助我們 都能夠 好像 一個媽這樣子 就是看到 一個 一個 看到 巴拉裡面的那個英雄 然後就用愛 陪伴祂 扶持祂 支持祂 支持祂 把祂這個英雄 能夠出來 成為 可以 使他染落 變成當牆 成為神的一種的器皿 那成全他人 是表示 要浇滅 別人從生而來的 夢想 我覺得這個可能 對 parents 或者是教會的禮秀 是比較大的一個牆文 因為當 有一個idea 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 開始比較認為 這個東西 這個idea is profitable it doesn't make sense it doesn't produce results ok 他是不是可以持久 為什麼開始 calculate cost 值得嗎 那個投資報酬率 是 吃早冷酷 我的大兒子麥卡 在過去這個禮拜 是他頒上的 star of the week 就每個學生 都會當star of the week 所以沒有什麼 他也是star of the week 這個 week 然後呢 他就帶回來一個poster 就是一個all about me的poster 然後這個poster裡面 大概就是呢 就是叫他 family picture family of yourself 然後問了一些問題 其實有一題就是說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be blank 然後麥卡 知道他寫了什麼嗎 他就說 Mummy what do you spellartist 我就 ok 然後他就寫完 然後他就寫完 然後我就說 Mummy you wanna be an artist 你想要當 藝術家嗎 no offense to me 你想要當藝術家喔 然後他就 嗯 說 你不想要當 engineer嗎 因為你可以賠我東西 因為他很喜歡玩legos 他很喜歡賠我legos 我說你不會想要當 engineer嗎 這樣你可以賠我很多東西耶 嗯 嗯 很好吃喔 然後我當下第一個反應 我沒有跟他講 可是我心裡面第一個聲音就是 藝術家 那我飯吃 就馬上我的反應就是這個 可是聖靈裡面很快 馬上就糾正我的thinking Don't think like that Do not think like this world Think like me 我們知道在聖經裡面 第一個被提到說 有被聖靈充滿 就是神的靈充滿祂的人是誰嗎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嗎 是一個藝術家 我們來看 出埃及集 31章 這邊講到說 上帝用祂的靈充滿祂 使祂有智慧 有聰明 有知識 有能力做各樣的手工 可以設計巧工 可以用精靈與筒製造更衣 那個巧工在第四節 就是在原文裡面就是一個 imagination 一個 invention 的意思 所以它是一個設計的 所以是一個很有creative的一個工作 一個工作 an artist's work 所以如果今天神要使用一個artist 可以親為祂的artist 神可以使用祂來營養神 你想想看 蓋聖殿 當時祂在蓋慧物 是多麼榮耀的一件事情 多麼榮耀的一件事情 多麼榮耀的一件事情 所以神 correcting my thinking Don't think like this world I know 世界告訴你說 藝術家會沒飯吃 but don't think like the world think like me 如果祂是一個禁問我的人 如果祂是願意把祂的 gift 他的這個art的這個talent 給我用 I can use him, he can glorify me 他的art可以帶榮耀給上我 因為我現在在這邊講 YES OK好 I'll do it 我真的不知道他長大顆會不會知道他當藝術家我會怎麼樣 But I pray that I will be that mother to have enough faith to trust God I can use him to trust God I can use any kind of dream in this room to bring glory to him 再來就是 其實每一個從神而來的 dream 都需要有一個有感性 幫助他成為reality Every thought-breathed dream needs a brave heart to help it to champion it become a reality It takes courage to let go and let God 我們需要很大的勇氣 放手 我們要想見你 我們也需要很大的信心 相信說神真的可以使我們 我們的夢想 來結出30倍 60倍 100倍的魂子 弟兄姊妹 今天早上今天要給你們一個挑戰 特別我自己是個家長 I want to challenge the parents challenge the church leaders 這個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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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渴望被成全的世代 This is a generation desperate or empowerment 在這個世代的人裡面 他的信念 都有一個火 他們渴望這個火 可以被煽動 成為大火 成為極有影響的人 We need to be able to be empowered We need to be able to champion 這個世代的人 所以如果我們只是聽到 啊這個不可行啊 這個不行啊不好 然後就把它 put it up 然後把它就是 shut down Then we could lose this generation to the world 這個世代的人就會去轉向世界 因為世界會給他們 whatever they want The world will give them whatever they want 但是不會是按照神經的真理 There will be no truth in what they do There will be no truth in what they do There will be no truth in what they want So I challenge all the parents and the leaders including myself 就是能夠學習聆聽 學習聆聽這個世代 他們想到的是什麼 And with truth 用真理來幫助他們 引導他們 使他們可以走在神的心裡裡 活出他們被造的本體 活出神在他們的身體當中 要他們成為 活出他們的身體當中的命定 我可不可以請握訓一聽 今天早上我想要 Just bring two challenges to everyone here 我們一起閉上眼睛 我第一個想要challenge的 是要鼓勵這裡的地上見面 就是to take your faith one step further 把你的信仰帶到更遠的地方 不要讓我們的信仰 停留在教會的私密牆 because honestly 我們的信仰在教會的牆裡面 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truly 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so I wanna challenge you to take your faith wherever you are into the circle of your influence 不管是學校 不管是工作 不管是你的家庭 或者是你很直接跟朋友帶來hang out 吃東西喝茶聊天 I challenge you to take your faith into those conversations 好讓我們可以成為上帝的親民 to minister his love minister他的愛 他的平安 他的喜樂 他的盼望 在別人的心裡面 如果你願意這樣行 我可以請你舉手 我會願意願意願意 謝謝請問一下 再來第二個challenge 我要給在我們當中 你是很清楚知道 你有一個護照的人 你很清楚的知道上帝要做什麼 但是 就是 you kind of just kind of put it aside for various reasons and you're starting to feel 就是在你裡面的一個護照 好像要漸漸的洗澡 今天早晨 如果這是你 I wanna pray for you 因為如果這個dream 是從神而來的 是能夠榮耀神的 the I wanna champion you 我想要幫助你 成全你能夠 就是 回應這個夢想 to live that dream live God's dream for you so that you can taste the sweetness of a life that is lived to the fullness 能夠品嚐到 活出豐盛的人生 活出人生的意義 是有可能的甜蜜 所以我們不會浪費時間 做那些 誤解我自己的事情 會浪費時間 只是淡淡在這個世上 生存存存存存存 幫我非常起立 謝謝